日本開關不少人趕快飛回 下機後當然是吃一碗正宗的日本拉麵 那你們又知不知道原來吃拉麵飲冰水是一種傳統來的呢?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無論是漫天風雪還是四十幾度 日本人吃拉麵都會同時飲一杯冰水 喂,Naruto,你們不冷的嗎? 其實吃拉麵為何要飲冰水 答案只有兩個 一來拉麵通常煮出來就是熱辣辣的 而冰水就有了口看食物的時候降溫 一口拉麵再喝一口冰水 再吃多一口拉麵 就是這樣 客人就可以在拉麵最佳的狀態下吃光 不會因為拉麵太熱、吃得太慢 而令到麵麵軟了 另一個原因背後的概念就再傳統些 話說以前冰塊的資源就很珍貴 所以日本餐廳如果提供冰水給你 就即是視你為尊貴的食客了 下次吃拉麵的時候 你會想一邊喝冰水還是暖水呢?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吧 也要吃光了げ